一幅里面的逻辑 这个可能会比较稍微难一点点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主要是利用一个技巧 就是利用什么呢 这个地方如果你先做完A之后 B C D 当然如果说你不用这个方式的话 可能还是要从头打到尾 但是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方法 其实蛮简单的 A做完之后你再点这边一下 它会帮你把公式放这边 然后你再大于等于70 然后就是B 反正呢你就慢慢做 如果不急了你要做对就好 再一次 这个剩下来就等于60 然后剩下来就是C 反之的话就是D OK 这个没问题吧 反正你管它几层 反正一直往下做就对了 OK 工作里面不外呼就是这样子的逻辑 我想应该这个也还蛮常见到的 只是说很多人不会 不会的话你就要变 用其他的方法 可以按确定之后的话 逻辑就转了 再来的话VBA部分 那怎么做 我把最后结果Demo给各位看 一 成绩合格不合格 二的话呢 VBCD 清除 这个的话 基本上程式也不复杂 应该可以要解 再来这是第一种 Sub 第二种的话是什么 就是刚刚讲的 插入函数 一样呢我会希望有个使用者第一 然后能够什么 成绩函数 还有成绩函数多重 两个 成绩函数里面的话呢 就是跟使用者要什么 它的成绩 它会跳出合格不合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一样插入函数 成绩函数多重 也一样给它成绩 但跳回来什么 ABCD OK 这两种 VBA 反正这两种都OK 至于工作里面呢 你要用哪一种 你可以自己针对你 实际上的工作需求 自己去衡量 那第一个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按一下按钮 不过 这个可能 你思考的方向 思考的方式呢 就一样 等于又要再产生一个VBA 那怎么说 一先切到什么呢 Video Basic 对不对 二的话呢 我先把这些都删掉 反正 我们慢慢重来 慢慢重来 好 一的话呢 记得哦 一样开启Video Basic 这个先移掉 反正我们又重来 反正以后呢 你可以固定的SOP 一开启Video Basic 二的话怎么样 按右键先插入一个什么 模组 特别对吧 因为之前有同学 看到 忘了插入模组 就直接乱点 这边白色的 就开始那边写 写完之后才发现 怪怪的 有些可以执行 有些不能执行 记得啦 你尽量不要乱打 因为如果你打在工作表1 它在工作表1里面可以执行 可是在其他地方就不能执行 模组是一个共用区 大家都可以执行 那你想说 老师那我可不可以写 写工作表1里面 可以 但是我不建议啊 为什么麻烦很多啊 到时候你 怎么讲 有些地方可以 有些那你干脆 一劳有意 干脆写在模组里面 这样没事了 所以第一步 我的同学说 你干脆直接插入一个模组 二的话呢 我需要一个什么按钮 成绩 那我就想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一定是SOP 然后成绩嘛 所以这边的话 你就照着那个嘛 这逻辑其实不用背 反正你做熟了之后 它的流程都一样 那记得呢 如果是按钮的话 一定是一个SOP 这个不要选错啦 它这个一定会对应到一个 那个按钮 按确定 再来做什么呢 写上个礼拜讲的回圈嘛 当然你也可以写一列啦 不过我是觉得干脆直接写回圈 回圈的话是 for i 等于第二列到第七列 所以你是什么 for 这个固定的写法 for i 是列 的回圈的那个变数 第几列 第二列 到 第七列 enter两下直接打个nets 这是回圈范围 那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sales sales指的是哪个储存格 哪一列呢 因为列数我会往下跳 所以你这边列数 直接用i就可以了 i 哪一栏呢 直接告诉它h栏 那你也可以直接算 我讲过啦 这个h 你也可以用数字 不过你会 假如比较后面的栏 你个abcdh h应该是第八 你可以用8 不过我不介意 为什么 因为未来呢 你打个8 你还要再算 如果你那个后面是u栏的话 你会算abcd到u 每次要再数一遍 u是第几 二十几 我也忘记了 所以你干脆用什么 用这样的叙述 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把那个要输出的写前面 输出什么东西呢 其实我们需求是输出合格跟不合格 但是一个格子里面 这个怎么放合格不合格呢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做逻辑判断 在哪里做呢 在VBA里面 那VBA里面的逻辑判断 我们基本上 一定是 先 我先在 先在上面写 一辅 它的结构一定是一辅 逻辑告诉它 逻辑就是直接去 这个储存格里面抓资料 这个储存格 怎么指呢 它叫sales 哪个储存格 那你现在 如果是第二列 你一定是抓 它也是这个一个变数 i 因为i的话 直接抓第二列 哪一栏呢 一栏 里面的资料呢 如果它大于等于60的话 空一格 then enter两下 打一个else else else反之 enter两下 打一个endif 特别注意 这个结构是固定的 如果在VBA里面写if的话 一定是if 空一格 后面是它的逻辑 ok 那这样叙述看得懂了 那这种其实 可能稍微还是要记一下 因为它这种写法是固定的 空一格then 然后else是反之 andif是结束 所以一定是这样的结构 那如果我说呢 我这个把它搬到哪里 搬到这里 按个tape键 下一个接 如果我说呢 它大于等于60 这个是true 那我就怎么样 合格 所以你这边输出什么 合格 反之呢 反之在这里 else 所以请怎么样 把这个 再复制一个 按Ctrl鍵 这边打一个不 不 不合格 意思就是 我本来其实 输出到H欄里面的东西 那 会只有一个 可是现在有可能 两个都好 那我就怎么样 我就用逻辑判断 用什么逻辑呢 用这个逻辑 应该可以看得懂 所以 反正你就是 在图圈里面 可能会有好种可能性 那你就是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判断 做完之后呢 我是建议你们一边写 记得要一边按Tab键 这个Tab实际上就是一个缩牌 这个缩牌 我是建议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为什么 因为如果像之前有同学都写在同一阶 光看那个程式我都有点昏倒 为什么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阶层 程式写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试着跑跑看 输出 有没有发现 全部跑完了 那如果清除的话 其实可以 这个拉过来了 因为这边的话 直接改成清除 清除要不要做逻辑判断 不用 清除 所以 可以把逻辑拿掉 这个逻辑拿掉 然后把这个Sales里面 输出什么 空的 就这样 清除 OK 这个好像上脸有写过 清除 OK 合格不合格 清除 好 大家看得懂 那待会的话呢 我们需要多重 诶 多重怎么做 其实就可以直接拿这个来改就好了 好 试一下 反正这个熟悉度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如果说程式的细节 可能我想你要一下 很熟不太容易 没有关系 云端上都有答案 那你可以参考一下 尽可能自己有时间就打一下 有时间就把它练习一下 那工作里面如果有用到的话 那你把它多练习一下 那像你大概练习个五遍十遍之后 这东西其实慢慢闭着眼睛都会 因为这个规则差不多就这样子而已 那用这套逻辑 就是未来你即便处理很复杂的工作 其实写来写去 基本上的结构也都差不多 所以我会来写 其他复杂一定也是回圈 逻辑判断 逻辑里面就是有多重的 或者是说有延期或交期 如果有点解释 我感到他们都会再来 这一句话 你会给你 那你多闭了 你能复杂的 不然 我会给你 你复杂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